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脚本的一个编写的话 它的一个格式的一个要求 首先你要去编写脚本的时候的话 肯定是离不开咱们的 是不是这个VI编辑器 对吧 也就VI指令 然后对于脚本的一个命名的话 需要大家去注意一点是什么 还记不记得之前 咱当时我在去讲VI的时候 说过一句话 在我们Ninux里面的话 对于文本文档的话 它其实是没有什么来着的 是没有后缀名字 对吧 也就是说你如果只写一个 比如说VI 然后的话 比如说来个test 那我最后声明出来 这个test的话 默认情况下 它其实就是一个什么文本文档 对吧 那也就在这的话 就是为了去区分我们的这个文本文档 和我们的这个脚本 默认情况下 其实对于我们脚本的这个文件 会给它加一个后缀的名字 这个后缀名字的话 其实就是点我们的这个SH 这个其实你不写后缀名字也不错 但是为了区分就是我们的这个普通的文本文档 和我们的这个脚本文件 一般情况下就在后面去加上一个点SH去做一个后缀 因为这个SH的话 其实还是根据我们的这个 其实就是这个办事得来的 因为本身的话 就是说我的脚本是交给我的办事解析器来进行解析的 所以说它在对于脚本的一个命名的时候 它默认情况下也是加上了一个点SH 加上一个点SH 在这一块要去让大家去明白 所以说也就对于我们包括以后工作当中 假如见到就是什么点SH的话 它其实大部分值得就是我们的这个脚本文件 对就脚本文件 大格式的话就是为 然后我在这改一个这个脚本的脚本的名字 然后的话加上一个点SH 这是我们所说就是对于它的一个格式的 格式的一个声明 相对来说也比较简单 其实就是像它声明了一个文本而已 然后我们来去看一下 这就是声明完成之后的话 我直接来写吧 要在我们的这个当中啊 我这去Clear一下 C-L-E-A-R 之后的话啊 回到这个City这个桌面 对吧 我还得自己来 我把它查了吧 重新再打开 然后的话啊 我们来看啊 在这的话 因为咱今天就是开始的话 可能写的脚本会比较多啊 我希望大家养成一个习惯 就在你的这个桌面去创建一个文件夹 比如说这个文件夹就造作一个脚本 在这个我们所写的这些脚本都放在这个文件夹里面啊 我把这都给清了啊 我太喜欢这个 然后的话就说咱所写的脚本都放在这个里面啊 不要去放在你的桌面啊 你会发现等咱写完之后 你的半张桌面全是你的脚本文件啊 所以说你就放在一个 放在一个目录里面啊 那我在这的话就写上这个 呃CD啊 我先切换路径 进入到我的这个 是就进入到这个脚本当中了 对吧 进到这个里面 进到这个里面之后的话 大家来看啊 我们先去生命今天的第一个脚本啊 也就去写上我们的这个 UI 然后呢 我在这儿给个这个 Test01吧 Test01 然后点我们的这个SH 写完之后的话 我是不是回拆一下 对吧 回拆完成之后的话 你还是不是进入到我们的这个 这个编辑的 可编辑的这样的一个页面 对吧 我如果想编辑的话 按哪个键来呢 按扩展A 对吧 也就是说当前 也就是变 按了一下A 然后变成insert 那我这个脚本里面的这个格式 该怎么去写呢 啊 大家来看这一块啊 呃 在我们的脚本文件当中啊 第一行是有要求的啊 相当第一行是给了一个固定的写法 去写上一个警号 感叹号 然后反写杠B 反写杠败史啊 这是脚本的第一行 必须去写的一句话啊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简单点来说 就是指定我当前这个脚本 一旦写完之后的话 是交给哪个解析器 来进行解析或者运行的啊 那这个符号 那这个符号 就警号 感叹号的话 就是用来指定 该脚本文件的这个解析程序 让谁来解析呢 指定的是我并目录下的这个 外式解析器 来去解析我当前写出来的这个脚本啊 你看这里使用的是并目录下的这个 外式解析器啊 这个啊 这是第一行必须去写的一句话啊 警号 感叹号 反写杠B 反写杠败史 要明白啊 明白是什么意思啊 用来指定交给哪个解析器 来进行解析脚本的操作啊 这后面这句话不用去记啊 什么当编辑好脚本之后 这句话不用去记啊 后面不用去记啊 后面不用去记啊 只要记住第一句话啊 脚本的第一行写的是什么内容 这些内容分别代表是什么意思就可以了啊 我们来去看一下啊 也就是当前的一个操作啊 我们来去完善一下 在这儿的话 我是第一行去输一个警号 反弹号 然后反写杠 Bin 反写杠我们的 是Bash 对吧 那我这个脚本里面写什么呢 咱在这儿啊 就先简单的让它去输出一句话啊 任何的编程都是从Hello World开始的啊 咱去输出一个Hello World啊 然后在这儿 我们说输出对应的是哪一个指令呢 是不是EC抽啊 对吧 EC抽 然后我让它去输出我的这个 Hello World WRLD啊 说Hello World啊 那我这个时候啊 我就让这个脚本 我的第一个脚本就做这一件事情啊 就输出一句话 这时候我是不是写完了 对吧 写完之后的话 我们说是按哪个节目来的 ESC 对吧 ESC之后输出什么 曼号WQ 说保存命退出啊 对吧 然后回车 或者完成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这个脚本 是不是已经声明完成了 对吧 脚本声明完成之后的话 大家想想 我上节课说了一句话 我的这个脚本 虽然它是一个文档 但是这个文档 是不是可以被干什么来着 是被执行的 对吧 所以说第一种方式啊 对于脚本的一个运行 第一种方式啊 我们来看这一块啊 我需要先给它添加一个可执行的一个权限 或者可执行的一个属性啊 就是当编辑好脚本之后啊 第一种方式啊 如果你要去执行该脚本的话啊 也就是说是必须使用 也就是必须使这个脚本具有一个可执行的一个属性 既然有可执行的一个属性的话 那应该对我是不是要对它进行权限的一个更改了 对吧 权限更改的话 我们用的是哪个指令来的 是不是前茂的 对吧 也就是说前茂的啊 也就是说第一种方式 我给大家去写出来吧 也就是脚本的啊 脚本的执行 脚本的执行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方式啊 方式一啊 方式一的话就是分两步来看啊 第一种的话我们说是先复值啊 先先赋予啊 赋予一个执行的啊 执行的权限 权权限啊 那在这的话就写上我们的这个 全茂的 所以是MOD 全茂的 然后加上一个执行士把X 对吧 加上一个X这个权限 给谁呢 给我们的这个脚本文件啊 也就是脚本文件名字 其实啊 这是先也就方式一 先给大家复一个可执行权 有了执行权限之后的话啊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就开始 是不是编译了 对吧 或者执行了啊 呃 编译 我写个编译吧啊 编译 然后呢 这个编译的话 它的格式就比较简单 写上一个点 然后再来写上一个反鞋杠 反鞋杠后面的话 写上我们脚本文件的名字啊 这是它的第一种方式啊 第一种方式啊 相对来说是比较麻烦的啊 这个是不要求大家去 不推荐啊 不推荐大家去使用的一种方式啊 等会我们来看方式啊 方式二的话也是最常用的啊 一最常用的一种编译方式 就是做所有的 就是言言之意的话 就是不管是谁都可以去执行我这个脚本的 直接给他一个X就可以了啊 这个不用去指定说是给哪一个用户来去使用 直接给他一个X的权限 我们来看一下啊 也就是当前咱们去做一个操作啊 我在这的话就说 C是签帽的 我给他加上一个是不是X这样的一个执行权限 对吧 给谁呢 是我们这个TES01点我们的这个是不是SH啊 对吧 然后给完之后的话 也就是我现在是不是可以这个成 这个文件是不是可以被执行了 对吧 然后再去调用的话 通过点来调用啊 点反斜杠调用的是我这个TES01点我们的这个SH 那我一旦运行这个脚本之后的话 它会反馈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呀 是不是还有我的 对吧 然后走 因为现在是不是就把这个脚本里面 是不是包含的这个指令的作用 是不是给输出出来了 对吧 也就输出我们的这个哈喽过的啊 这是第一种方式啊 第一种方式它的一个调用啊 先给它一个执行的权限 然后呢 再来去编译啊 这个脚本文件 第一种的话是要分两步来进行 相对来说是比较麻烦的 我们来看第二种方式啊 第二为了研究第二种方式的话 我在这再去声明一个脚本啊 比如说是 Wi 对吧 Wi的话我们说是TES02点什么的 这个SH进来之后的话 我们按下我们的这个 是不是I啊 对吧 然后-号 反弹号 然后反斜钢B 反斜钢我们的这个 外式 然后呢 在这里面的话啊 我做两件事情啊 第一件事情的话 我还让它去输出一句话啊 我这说的话 比如说是输出我们的这个 Testing啊 Testing我们的这个1803啊 往它输出这样一句话 输出完成之后的话啊 在这儿看清楚了啊 我还让它去做一件事情 做一件什么事情呢 我让它去创建两个目录 那我在这儿的话 是不是就写上啊 创建目录指令是谁来的 上MFK DNA 然后比如说是 我随便来吧啊 A1 然后这个 A2啊 我就放在这儿 你看我问大家啊 在我们没有学脚本之前的话 我想执行这两个指令的话 我是不是单独要分开来写 对吧 现在输出 运行完成之后 是不是再写我们这个 MFKDNA这个指令 对吧 但是现在呢 我把它把这两个指令啊 放在一个脚本当中 相当于我一旦运行了这个脚本 我这两个指令 是不是一定把它给完成了 对吧 我们来看啊 写完之后的话 我们说是ESC 然后报号 WQ我们的这个感叹号啊 我加感叹号吧啊 强着表存并退说 表存并退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啊 也就是方式二啊 第二种方式 方式二 方式二的话啊 就直接去调用我们 BIN目录下的 是不是拜师解析器啊 对吧 要BIN目录下 拜师解析器 解析谁呢 然后空格 后面写上我们脚本的名字啊 这是第二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 也是推荐大家去使用的啊 去使用的一种方式啊 反斜杠BIN 反斜杠我们的这个拜师 然后空格 后面写上脚本的名字 直接啊 直接去调用我们的这个 拜师解析器 来进行对我脚本的一个 解析过程啊 加析上之后的话 我们来去看一下啊 也就是说当前 我当天要去编译 我这个TESTV02这个脚本啊 那我在这的话 就写上反斜杠BIN 反斜杠我们的拜师 然后就写上 TESTV02点 我们的这个SH 那我一旦运行完 这个脚本之后的话 它会做几件事情啊 两件 第一件是不是先把 我的TESTV1803 是不是给输出出来啊 对吧 说了之后的话 它会在我这个啊 是不是当前的这个目录下 是不是在创建 是不是两个目录啊 对吧 我回车一下啊 走 完成之后的话 年TESTV803 这句话是不是输出出来了 对吧 说完之后的话 咱进到这个脚本里面 大家来看 我的A1A2 这单是男的 是不是给创建出来了 对吧 这样的话就相当于 我在执行多条指令的时候的话 我只需要放在一个脚本当中 执行完这个脚本 是不是这些指令 就一并把它给完成了啊 完成了 这是我们所说的啊 也就是说对于脚本的一个编写 包括它的执行啊 它执行的这两种方式啊 两种方式 相对来说的话 是不是比较简单一些啊 对吧 其实就有点类似我们所说 对于文本的一个编辑的啊 编辑的一个操作啊 这是啊 这是我们所说 对于这个脚本的啊 脚本的两种 它的格式的声明 以及它的一个编译的啊 编译的一个执行啊 两种方式 推荐大家使用第二种啊 重点掌握第二种 直接使用我们并目录下的 这个办事解析器啊 刚刚的话 你看在这儿 也就是说是注意事项啊 假如你像调用 就是使用方式一来去执行 我的这个脚本的说的话 是必须要给我们的这个脚本 加上一个啊 可执行的这个权限 否则的话 它是告诉你是 无执行这样的一个权限啊 这个只是针对方式一来 说的啊 呃 你看第二个的话 就是在去编译脚本的时候啊 一定要前面去加上一个点 反斜杠啊 明确 也就是说这个点 相当就是我们当前 也就是说是调用的意思啊 给了它的一个执行权限之后的话 点反斜杠去调用我们的这个脚本 前面这个点反斜杠 可不能给少了啊 不能去少了 然后第三点的话 就是我和大家去说的 对于我们脚本的这个后缀名字 其实是啊 没有固定的一种格式的 也就是说它的后缀名字 可以去做修改的啊 也就是即使做了修改之后的话 也是可以正常去运行的 因为本身我还是回到 我当时最早和大家说的那句话 在我们利物表本当中的话 对于文本的一个后缀 它是没有要求的 其实默认情况下 一个文本的生成是没有后缀名字的 它不像我们说 Windows下还有什么点 TXT什么点 什么Doc啊 对吧 格式要求比较多 但是在我们News里面是没有的啊 但是呢 为了也就是区分开我们的这个普通的文本文档 和我们的这个脚本文件 默认情况下 我们编写出来的这个脚本 都是在这个文件后面去加上一个 点SH来去做一个区分的啊 做一个区分 这是啊 这是我们所说对于脚本的一个编写啊 以及运行的两种方式啊 它两种方式 然后这个是第一个脚本编写 这个就不再去说了啊 也就说是它的一个流程 然后呢 我的